挖开泥土主任检察官医疗团队等一行人 动手种下一颗颗挂上反毒形象的紫椎花小树苗 用行动来展现将毒害赶尼校园的决心 少年警察队郭建林队长 教育局代表将聘书亲手送到团圆成员手中 宣告防治学生要乱用咨询服务团正式成立 走入校园服务 辅导人员实施了三个月以后 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可以向我们提出资源 那我们就会提供我们的咨询团 资源到学校提供专业的意见 我们请社会的专业人员 包含了医师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官护人主任检察官 然后心理师 那我们真正的专业提供我们各方面的咨询 在教育局的观察下 用读的族群逐渐扩大到校园里 由其中畜生更为严重 希望能在不成瘾的情况下 尽早将受害学生从独海拉回 因此教育局也结合多方单位力量 辅导特案学生 而历经一年的失败 绑回了22名学生 服务团也将再接再厉 他跟校内的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他校外的朋友找的时候 他比较勇敢说不 他可以拒绝 当他的重心偏回学校以后 转回学校之后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们渐渐就可以渗透到他内在 比较脆弱 比较也许有时候是自卑的自大 那个部分 去建立他比较正向的那种 自我的概念 在一级预防 澳级预防 甚至第三级预防 做治疗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去协助学校 去帮助那些真的有在药物 耐用的一些学生 在校园里其实还潜藏许多用读黑树 教育局也希望借由第一线的校方 来做观察通报 再由专业团队介入辅导 各个急迫用读族群 让校园恢复到纯洁的学习环境 准点交话台中采访不到